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8日 星期日 昨天我們跟大家說了 現在中國這個地方基建 欠了65萬億 總共佔了現在全國的GDP一般 大家想想那個數字是多可怕 而城頭的債務高級 那麼大規模 這個債務 究竟怎麼辦呢 最新的 這件事就是講了樽易 最大的城頭公司叫做樽易遜橋 他說欠了155億9400萬銀行貸款 現在搞重組 推出了10加10方案 大家聽到就覺得可怕 甚麼是10加10 就是把頭十年的利息不給 拖到後十年 分期攤還 那即是怎樣 你這10年也不用再次追 10年之後 他也是破產呢 沒有 即是現在 總之把所有東西押後 那個雪球越滾越大 最新的 財政部 出了一個公告 說明 不會救 現在問題就糟糕了 因為 現在財政部其實沒有得救 是不是 好了 究竟城頭這個債務 是地方債還是企業債呢 現在財政部 基本上 就是 將這件事 就將它擺成 不是地方債 是你們的公司債 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財政部只是負責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當時搞的承投公司出來 實際上 都是想這樣 借的 不還 這個才糟糕 大家知不知道 當年的雷曼這個爆煲 牽涉到多少錢 牽涉 6000億美金左右 648 即是4萬多億的港幣 已經使得 美國爆煲全世界受害 這個是雷曼爆煲 現在中國的地方債 這個承投債 65萬億人民幣 相等於 接近9萬多 接近10萬億 這個美金 跟雷曼的規模比 這個 大18倍左右 大家聽到 昨天說得很可怕 比雷曼債券那個 大18倍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一下財政部怎麼回覆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1月28日 我們這次黑池的網嘴 2點半開始 星期六來的那天是大年初七 大家在英國也不用拜年了 2點半開始 我們會收10磅的茶點 大約整個活動約4個小時左右 我們會有延長的節目 有嘉賓發言 也有 一些 居民 在黑池居住的朋友分享 當然也有我們的 起動大會 就是我們接下來 會搞的charity 以及當地的一些 民間組織合 接下來我們希望發揮香港人助人互助的精神 這個會 到時 大家如果要報名 片尾 我們有一段短片 是一個報名方法 我們現在計劃多加兩件事 第一 就是6點半至7點 我們會有一個巡遊 由這個會場巡遊去海皮 然後再走到那裏最大的教堂 我們會拍照 也會叫口號 7點之後 我們會去吃飯 當然這個就不一定要參加 如果有時間可以多遇到兩三個小時 我們會去當地一間很大的自助餐吃飯 如果 喝汽水就22磅 如果不喝 應該是18磅 如果是這個價錢在佬 應該是自費的 到時可以一路吃飯一路聊天 這個就不是一個 我們必要的活動 大家可以不參與 不過我想到很多朋友會參與 因為那裏地方很大 足夠坐 我想到過 850人 我想到過 好 那裏繼續說回 財政部最新update 說到明了 其實 不夠 其實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 堅持 中央不救助原則 這個是財政部 是回覆查詢的時候說的 他說做到了 誰家的孩子 誰抱 建立市場化 法治化的債務違約處置機制 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 依法實現債務人 債權人的合理分擔風險 合理分擔 你欠人錢呀 你還政府不包 這件事 說到明了 政府已經不理了 堅持分類審慎處置 糾正政府投資基金 PPP 政府購買服務中的不規範行為 同時 財政部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做到回應 他表示 下一步 我們將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的預期 你們不要想到政府會幫你 執手沒有 政府沒有那麼多隻手 你知道全國有多少這些成頭公司嗎 欠了65萬億 你以為少嗎 政府有多少隻手幫你敏市 是不是 分類推進融資平台公司市場發展 推動形成政府和企業界 企業界限的清晰 責任明確 風險可控的良性機制 促進財政可持續發展 意思是怎樣 你欠人的就你找他 誰問你借 你就問誰拿 別來政府拿 市場對以上信息表示擔憂 擔心未來會否對地方債和 承投債進行切割 不用擔心 是一定會 問題來了 承投債到底是地方債還是企業債呢 地方債是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 是地方政府根據信用原則 以承擔環本付息責任 為前提的籌集資金的債務憑證 他是作為地方政府籌劃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 而發行的 他的收入列入地方政府預算 由地方政府安排調度 地方債的信用程度被市場認為僅次於國債 接近於無風險 目前為止 是沒有違約過的 承投債是甚麼呢 承投債因為各種原因 第一 地方債的發行有著種種嚴格的限制和不變 而地方為基建等巨額投資項目 又有強烈的資金需求 所以就想了一個辦法 由於地方政府幫他擔保 成立一家公司 以公司名義在市場借錢 收入一般用於各種基礎建設 一般情況之下 承投債被市場認為是準地方債 有政府擔保 所以風險極低 標準承投債目前為止 都沒有發生過違約 但是非標準的承投債 例如隱性的承投債 就發生過一些違約的個案 但是也極少 之所以財政部的表態引起市場的憂慮 就是因為以後 經地方債和承投債切割 這樣一來 承投債的風險 就等於 會變高了 承投債在政府的債務 一般是由政府兜底的 而承投債理論上是企業債 糟糕了 如果企業債 是可以有破產的 風險 由債權人承擔 即是銀行 而債權人 就是你和我的投資者 覺得低風險 所以 就會買的嘛 現在糟糕了 政府不兜底 因為承投債被市場定性為准地方債 一旦實質違約的話 將會對地方政府的信用造成打擊 以後再借錢就很困難 而且利息會很高 所以 地方政府一般都不會被這件事發生 目前已經有多個地方政府表態 不會坐視承投債違約 為什麼會有這個底氣呢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後備 公務員 找公務員去銀行借錢 我們昨天說過了 找公務員外面 找人擔保 而他們每人分擔一份 就有機會幫那些繩頭債度過難關 例如現在在找永續債 意思就是永遠可以續的債 當一筆債沒有到期的時候 立即再借一筆新的債 去扣救債 這個就是民間所說的 借舊 借新的還舊 但是 理論上只要不破產 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不過 債務 會越滾越大 雪球越大越離譜 到時爆起來 根本沒得搞 現在一般的方法是什麼呢 叫債務展期 本來一筆十年期到期的債務 現在通過協商 再遲了十年 這樣跟不還有甚麼分別 最近這個遵義道橋就宣佈了 推行10加10 他的利息也要加給你 由3%加到4.5% 你想一下 他還沒得還給你呢 現在也沒得還給你 你還要加他利息 哪有得還呢 你以為市道會好快嗎 是不是 這次很糟糕 其實 政府就打算玩財技 我們借新債去扣救債 我們昨天也說了 華爾街現在幫政府做這件事 就是現在幫他 捉命 幫他不斷找新資金 去入市 去頂住舊債 但是 這樣下來 其實你可以頂得多久呢 有多少新資金呢 中國政府那個洞太大了 只是城頭債了65萬億 而且地方債 又有 那裏又是一大筆數 那裏又是幾十萬億 然後 各家銀行借出去的房地產 總共 是有400萬億 是借了給房地產的 這些錢 當房地產跌至一半 意味著有200萬億是沒有了 大家想一下 那個洞 隨時爆起上來 銀行大規模破產 又像當年 找國有的公司吃了那些債 跟著重新來過 這次 不同當年 這次不同往日 當年你中國剛剛發展 你的債 幾萬億 很容易可以蓋 現在說幾百萬億 這個世界 沒有一個尺寸可以吸入那麼大的位納 是不是 所以 這一段 財政部也要出手 你們 自己搞定它 別想著我們 別燒了政府那一筆 現在城頭債 將它界定為地方債 這樣就不可以的 因為地方政府 要背鑊 將它 變成公司債 你找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可以倒閉清盤 清盤就是haer cut 減半來 政府也要負少一半債 接下來 估計就要走這條路 haer cut 就像當時的歐債危機一樣 但是這次65萬億比當年歐債危機大很多 當年歐債沒有那麼大規模 已經整個歐洲震盪前了幾年 你想想大陸這次怎麼解決 我就看不到有甚麼解決方法 之前用我的方法 不行了 現在大太多了 已經大了超過10倍 用不了那一隻 所以 接下來這個城頭債肯定是中國一個大的波會爆的東西 當然 接下來還有地方債 然後還有房地產債 房地產才是最基本 最糟糕的原因就是 城頭債裏面 很多時候是拿錢去買地 現在地產賣不到錢 賣不到錢 賣不到本 根本就沒有可能可以賣到錢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參加黑池妄聚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